Hello 大家,今次回到明亞方舟 大家看到畫面都知道我想抽一抽這個十年抽 因為它只剩一天的時間,而且它是有機率出這個能天使 我就想測試一下,看看自己有沒有機會出到 還有它剛剛更新之後,就有一些特別的活動可以玩 這個500萬,但它是23號才開始 這個也是,這個舊的 現在還有沒有呢 沒有了,這裡好像有 它有一些都是23號,30號才開始 這裡我們到時再看 23號的抽彈活動就是銀灰上升 但我基本上沒有所謂,因為我有銀灰 開始了,試一試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出到能天使 它就說,能天使和安傑莉娜出現的機率有六星入面至50% 即是說,如果你抽中六星都有機會 也有很大的機率抽到能天使或者安傑莉娜 是哪一隻 這樣的話,它六星的機率是2% 2% 我們試試吧,因為我看到自己已經有6000顆了 已經馬上開播了,6000顆獲成玉 招募 好,來了 這個有金色,有沒有機會 我不知道 有沒有機率呢,還是4、5星呢 4星這個 暗爽 OK 這個呢 4星 這個夜燕 4星 國風 沒見過 這個都好 新人物 3星 基本上是4星 3星以下的我全部都有齊 如果多出4星就好 艷蓉 Lava 有很多隻 5星 近衛 拉普難得 看來沒有6星 4星 又是國風 3星 Fan 阿芬 沒有了,玩完了 4星 又是他 喔 4星 這隻是新的 是不是 這隻不是很舊的 唉,玩完了 一隻5星 C 唉 雖然我都 我都 我都 預見了這個的未來 但想不到機率那麼差 那Lava 我看看他是不是有潛能 唉,也好 起碼還有一個部署費用 減掉他 然後爆了潛能 之後暗塑這些 都是要升的 暗塑 因為這些特種兵 這隻就是 這隻都可以升 好,升這隻 還有有些什麼 這隻是新的 先看看這隻 我都沒看過 可以進行遠程攻擊 但此時攻擊會降低 那就是什麼 這隻 真的是 銀灰的低級版 這隻 因為銀灰也是跟他的能力差不多 在哪 這裡 對了 他就 遠程攻擊降低80% 然後這招技能是 提高190 而剛才那隻在這裡 攻擊加30% 有20%格擋物理傷害 咦,持續時間無限 這個其實 你看到他要消耗40%能量才能開到這個技能 所以其實都 不算太耗用 因為他前面那些全部都很低功 對 不過實際上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 沒有什麼用 這些 對了 還有沒有新 好像沒有 還有一隻 我記得好像 這隻 國鋒 國鋒就是阻擋三個敵人的盾牌 重盾型 生命上加20% 每秒恢復20% 生命 自動恢復25秒 其實都很廢 因為別人打一下都不止20 老實說 就是說25 25秒 1秒就回20 其實都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 如果真的要用到重盾的話 證明對手的攻擊力都非常強大 其實很大機會是可以破盾的 你還回得這麼慢的話 真的沒什麼作用 我自己覺得 要天賦有沒有什麼厲害 先看看 天賦是發抗加7 普普通通 有新技能 生命上限 反而我覺得下面那個比較厲害 生命上限加20 防禦加10 發抗加50% 這個厲害 不過一定要精英化 如果不然就沒什麼作用 還有這隻 這隻就是 夜煙 夜煙 攻擊造成發傷 技能上加20% 都是沒什麼作用 都是很普通的技能 攻擊時 目標發抗減10% 持續1秒 最大生命值減75% 攻擊速度加35 攻擊力加15% 好像有 好像蠻有用 但這個呢 感覺上跟這一隻差不多 這個 阿米亞 那我這個精英化了 那他那個 他跟他一樣是法師 並且他有招技能叫奇美拉 如果用完之後就會強制退出的戰場 其實差不多了 我覺得 都是犧牲自己的生命值 或者是退場 來換取一個強大的輸出 現在就是精神爆發 每次攻擊變成33% 六連發 開啟 持續時間結束之後 暈10秒 類似感覺上 跟這隻差不多 不過如果我選 我也會選 那隻 送的那隻 應該不會用這隻 最大生命值減75% 攻速加35 其實我不太清楚 攻速加35 那個速度是有多快 因為我很少說看速度 很少去研究這個速度 35是屬於多還是少 到時候再看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 用一用這些角色給大家看 這次來這裡 下次我們再抽其他東西 非常非洲 就這樣 拜拜 好 好